一位上一周已经恶意制造假新闻的同一位中天记者 还是持续挑战提问重复的问题 这位记者已经是惯犯 不断的利用这样子的行为 造成非常混乱的场面 那也企图去制造现场失控的行为 非常的遗憾 真的很遗憾 今天上午我以病友的身份 去参与特定医疗议题的记者会 那却遭到中天记者的恶意骚扰 对方不断的跳针 喊出我早已清楚回答过的问题 那也造成了整个现场混乱的场面 我想身为民意代表 我百分之百的尊重媒体的监督 那也绝对去公开接受第四全的检验 事实上无论是之前我有公开受访 或是说周二在党团召开正式的记者会 我都已经详尽的说明 这一阵子以来 关于特定人士不识的谋黑 那并且有公开去接受媒体的提问 这个部分我想直播也都有记录 那甚至呢 在周二当天 我也有在会后主动询问说 媒体是否要单独访问 我都非常的欢迎 那然而呢 在今天上午一场毫无关系的记者会上 非常的遗憾 在我逐一回答问题之后 这一位上一周已经恶意制造假新闻的 同一位中天记者 还是持续跳针提问 重复的问题 那甚至呢 他还一路尾随 不停的骚扰我 接近我 甚至是肢体碰触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完全无路可走 那也因为这样而摔倒 我想这位记者已经是惯犯 不断的利用这样子的行为 造成非常混乱的场面 那也企图去制造现场失控的新闻画面 如果不是这一位中天记者的话 我想今天也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我必须要说 这已经不是正常的新闻媒体 而是利用制造混乱 为随 吆喝 自行去创造新闻的媒体制造业 这位争议不断的中天记者 他不在正式的记者会的时候提问 反而故意去在一个无关的场合制造混乱 好让自己 去做想要制造的新闻操作 我想这样子的行为 已经不配称之为记者 也请大家一起严正的去谴责这种 假记者 真新闻制造业的恶劣行为